无妙的后面 如果没有什么好好的作为 可能就真的不太妙 就这么回事 所以当时我有跟苏丽讲 我说你跟她说 这事还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我看到的不太妙 所以苏丽说 好 因为这位她的朋友 算起来也是我朋友 不是太深交的朋友 但是也请过我吃过几次饭 因为苏丽的关系 认识而吃饭 所以总是吃过一下几顿饭嘛 是不是 所以以后饭不能乱吃了 是不是 所以我当时有跟苏丽讲 我说你去跟她说 但是我知道那个人个性很强 不见得会听进去我的话 所以我告诉苏丽 你就寻寻善幼吧 能够 点化她一点 试一点 如果苏丽 也真的也就跟她做 她也看到苏丽的进步 所以她也看到超级生命码的书身 所以她也相信 这里面的确所有人来 所以她也信 在那时候她也信 那个时候 她去找台湾 就说像这样子熟悉朋友 在社会上也是有头有脸的 所以她的有头有脸 她所对应到的 当然也是有头有脸的名人 所以她去找 你看我很有哑量吧 她去找别的 她所谓的老师 我都没意见 但是好死不死 那个老师 据说是非常知名的 在台湾 她去 那个老师就告诉她 你已经玩完了 就这样子了 今生差不多了 然后她去问那个老师说 有没有什么方法 让我可以起始为生 那老师怎么跟她说 没有方法了 你回去吧 是这样子的 情况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告诉书立 你去度她吧 后来她就真的 死马当活马医 派真的就按照超马的方法 到处 也是度人 结果呢 她有没有过关了 过关了 原来的这个 这个可能性的 这个癌的问题 目前不存在了 过关了 所以我那天问书立 我说她怎么样 她 她说这都是因缘 但她意思说呢 她的因缘呢 不在我这儿 所以我跟你讲 我也只能笑一笑 是不是 这个 所以我念一课处理一下 你就要好好再去给她寻寻善诱吧 抄马不是有一张吗 是不是 那个笑女 对她爸爸在念地上菩萨奔运经的一章 有没有 有没有写的故事 有 过关了 再回来之后 就不会有机会了 sorry patients 晚点 es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